耳朵的时候一定要耳朵向前耸 手呢轻轻扶着它耳根部分 在它耳朵向前集中的状态下去剪它耳朵 然后从正面去看呢 这个头和耳朵上侧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的 第七步呢我们把它的后脑勺剪出来 这后脑勺还是把整个头分成四分 每次修剪它的四分之一 其实我个人去建议大家呢 在去做这种家庭宠物装的时候 把它的头当做一个整体 脖子不用做的特别明显也可以 这样会显得稍微可爱一点 那当前面七步我们的开心工作完成以后 下面就是精修工作 那当前面七步我们的开心工作完成以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整和精修包园的一个工作 在包园的时候大家注意到 不要把刚才你开完的形在里破坏掉 在精修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跳毛 勤跳毛把毛挑出来 然后剪刀去修剪那些多余的毛就可以 这个造型的精髓有两个 一个是嘴巴一定要大大的 就是嘴巴的下巴部分留得要毛稍微长一点 第二个精髓部分就是 它的耳朵是不要剪断的啊 那今天我们这只狗呢 因为是太低头改过来的 所以说耳前侧稍微有一点缺毛 但是我们要在修剪上面 保留住它这个耳前侧和眼眶部分这个毛 尽量把耳朵作为一个整体去修剪 然后呢今天再传授给大家一个细节啊 这个头型如果说想剪得好看啊 身得人心的话呢 就大家一定要不要剪得太干净了 就流出那种毛绒的感觉 就像没修剪干净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它整个憨憨的很可爱的一个造型里面 就会夹杂着一个慵懒的随意的那种感觉啊 好那今天李老师把这款韩戏台里头的减法 和一些自己的心得啊 就分享给大家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 大家对这款造型的一个看法和理解啊 好同学们下课 下期再见